大家好,我是爱语言神,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继续给大家带来崩坏新穷铁道2.1最新宝箱收集攻略 崩坏新穷铁道招路公管每克劳克隐私乐园宝箱全收集 折死小鸟王下一桶次元铺满战利品铁道2.1 好,那么这一批开始呢是这个克劳克隐私乐园这一块的这个收集 那这一批呢先带大家收集我们面前这一块 然后和上方这一块的这个宝箱 那大家首先来到这个隐室隐城大门这个锚点 好,达到这个锚点之后呢先看到小地图左下角西南方向我们往前走 上楼梯,然后前方再上一个楼梯 上楼梯之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南方向 这边这一个游戏机这边有一个小鸟 是我们这个地区的第一只小鸟 好,那么拿到之后呢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西方向往前走 只有一个弥宗 好,进来之后呢最右边这个黄色长条往左下角拉 中间这个黄色长条往右上角拉 右下角说错了,右下角拉,然后点一下蓝色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再点一下蓝色 中间这个黄色长条往左上角 放到不能放为止 然后再点一下蓝色 然后呢把我们这个屏幕往左边拉 大家看到这边这个黑色拼成一条路线的时候就行了 然后黄色长条直接推到最前面 好 那么拿到这个宝箱之后啊 先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西方向 笔直往前走 大家看到前面这个小门 这个小门走过来 直接就有一个宝箱可以拿 好,那么拿完这个宝箱 我们朝着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原路返回 走出这个小门之后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上方 北方向往前走 过了这个气球 左转 那现在还有一条小路 我们沿着小路走过来 然后呢 到了这两个NBT的位置这里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 蓝方向 这个墙壁上的报纸 是我们的 呃,第二只小鸟 好 拿完这一只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西方向 沿着条路接着往外走 那这一条长长的红色地毯走完了之后呢 先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左边西方向 这边还有一只小鸟 是我们的第三只小鸟 它这个位置会变啊 拽三次 那么拽完之后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上角 东北方向走过来 这是下一个迷宗 也是我们的第三个宝像 那么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先点三下蓝色的 一下 两下 三下 第一条路就出来了 然后呢 我们再点两下蓝色 把屏幕往右边拉就好了 非常简单 换形 把这个保险给它开掉 然后呢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上方 北方向 这边还有一条红色地毯 我们沿着这个红色地毯往外走 好 沿着条路走过来之后啊 大家看到这边的话呢 有一处这个拼图 好 我们第一次路过的时候呢 它的碎片啊会散到底下 这边迷宫 大家看到会散过去 那大家这边跟我一块路过一下 把这个碎片给它激活出去 我们等会儿来回收 好 然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边东方向 朝这个方向 我们接着往前走 前方出了门之后 左转 然后再左转 我们从这条小路走 好 那这边这个小门 之前在带大家做主线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提过了 让大家开这个小门的 如果说大家这边这个小门没开的话 大家一起打开地图 我们就先跑到这个 从二层啊 刚刚这个地方 先跑到中间放映区 然后从放映区呢 再向上跑 跑到这一个仓鼠球乐园 再从这个仓鼠球乐园一直 跑到这个地方 就是我鼠标画的这个地方 做这个弹注机 跑回来 从这个对面开一下门 就好了 好 那么总之 拿到这个宝箱之后呢 朝着小军左边西方向 这条小路 接着笔直往前走 这边呢 就可以进到我们 这一个迷宫里面了 好 迷宫路口 首先是有一个碎片的 拿起来 好 拿到第一个碎片之后呢 我们往前走一个口 大家看到 往前走进一个口 好 然后朝着我们的右前方走 这个方向 拿上我们的第二个碎片 好 然后呢 往我们 左前方 这个口 往里面走 好 一直到这个分岔路 到了分岔路之后呢 朝着我们的右前方 大家看到 朝这个方向 往前走 然后等会里面有一个铺满 大家要当心啊 好 到我们这个分岔路 左转 首先呢 是我们的这一个 第三个碎片 然后就铺满了 好 打完这个铺满之后啊 来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丢左边 西方向 那整个花坛上呢 有一个 小鸟 这记不清第几只小鸟了 那总之先收上 拿上之后呢 看到小丢上方 北方向 这边还有一个宝箱 这里面相当于是拿了 三个碎片啊 一个铺满 一个宝箱 一个小鸟 然后还有 来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右下角 东南方向 先从我们这个口 走出来 好 然后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右上角 东北方向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大家看到前面有一个路灯的啊 我们跑到路灯这里 右拐 这条小路沿着往外走 啊 在这边呢 还可以开到一个普通宝箱 好 那么开完这个宝箱 迷宫里面这一块东西呢 就给他拿完了 来 大家一起打开地图啊 还是先来到 呃 隐城大门 这个锚点 到锚点 笔子往前走 我们把刚刚这个拼图 献给他拼上 好 右上角这块拼图 拿起来 啊 放在 大家看到 放在我这个地方 右边第二块拼图 拿起来 放在画的最右下角 然后呢 右边第三块拼图 拿起来 大家看到 放在 呃 最左边这个位置 然后转两下 好 然后呢 右边最后一块拼图 拿起来 放在右上角 这个位置 接下来 左边最上面 最块拼图 放在 左上角 这个位置 左边第二块拼图 打起来 也是放在 左上角 这个位置 好 然后左边 这个 第三块拼图 拿起来 放在这个 左下角 这个位置 转三下 这边需要 好 最后的拼图 放了去 OK了 好 那么拼完之后 最难受的是 还要走一次迷宫 那也没有办法 来 看到小地图 右边 跟东方向 往前走 出了大门 左拐 再左拐 鼻子往前走 进到这个 迷宫里面 很难受啊 但是呢 好歹 这一次 是有提示的 大家跟着 这个气球的方向 一直往前走 然后这边 有这个红色气球嘛 我们跟着 这个红色气球的方向 一直往前走 好 它这个脸是往里面朝的 我们再一转头 就可以看到 这一个 这个宝箱了 好 开完这个宝箱 来 我们 原路返回 跟着我们 这个红色气球 跟着红色气球 原路返回 就可以从这个 迷宫里面走出来了 出了迷宫啊 沿这个红毯子 鼻子往前走 我们来做 这边的 这个气泡弹珠基 那这边的弹珠基的话呢 在这个主线 也带大家全部调过了 就直接发射了 好 发射过来 看到 这个小地图右上角 东北方向往前走 角落里面有一个宝箱 开完这个宝箱 看到小地图 左上角 西北方向往前走 这边呢 是下一个迷宫 好 先转一下 最右边 这一个三角形 一下两下三下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脚底下 这一个转一下 好 这第一条路呢 就拼出来了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 中间这个屏幕 拉到最右边 看着复杂 实际上还行 蛮简单的 那么 开完这个宝箱 来 把四角 转到小地图 右边东方向往前走 这有一个 往下一桶 好 打完之后 看到小地图 上方 北方向 往前走两步 再看到小地图 右边东方向 往前走 这边可以补充一个秘技 然后在前方 角落堆里 还有一个宝箱 开完这个宝箱 朝着小地图 上方 北方向往前走 前方的话呢 首先是一个强敌正手 好 打完强敌 过来 先开启到 这一个宝箱 好 开完宝箱之后呢 看到小地图 右边角 东北方向 往前走 在这个广告牌的后面 有一个小箱子 里面藏了一只小鸟 好 拿完之后 看到小地图下方 南方向 先从这个小鹿走出来 好 然后右拐 再右拐 好 那走下来之后 大家看到 这个蓝色气球 边上有一个椅子 椅子上呢 是有我们的下一只小鸟 这边需要拽三下 拿完之后呢 看到小鸟左边 西方向 往前走 这边不要上楼梯 直接往前 在这个拍照板上 是下一只小鸟 好 那么拿完之后呢 在这个拍照板后面 还有一个普通宝箱 可以直接拿 好 拿完这个宝箱 来 大家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左上角西北方向 先上这个舞台 登上舞台之后 跟大家讲一下位置啊 大概在我鼠标 画的这一块的区域 鼻子往后跑 前方的怪呢 不需要管它 一直跑到 最后就会板着 里面就有一个 这个普通宝箱了 开完这个普通宝箱 赶紧跑 大家不用管方向 总之先逃离 这一块区域 好 逃离这一片区域之后呢 来 我们在这个拍照板集合 我们回到这个拍照板 大家再跟我一块走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一起把视角看到 小地图右下角 东南方向 这边呢 有一个小路可以走进去的 大家可以在这边 补充一下这个战绩 然后往下走 这这个红色气球的头上 是我们的下一只小鸟 好 那么拿完这一只小鸟之后呢 大家再看到我们的 小军上方北方向 这边有一个哈努兄弟 变个身 变完身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 南方向 往前走 钻这个小门 进了门之后呢 在小地图左上角 西北方向 往上走 调查一下 这边会有这个碎片飞出去 好 调查完之后呢 来 先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边 东方向往前走 找这个电视机 我们先这个解除变身 没什么有个气球挡住我们了 看一下气球打掉 我们再变回哈努兄弟 变回来之后呢 先看到小地图右上角东北方向 就刚打破气球这个点 钻进来 躲一下怪物的视线 好 一直往前跑 先去拿到这边的这一个碎片 拿上碎片之后呢 我们来做一下这边的这个传送门 我们下来之后呢 先朝着小地图上方 北方向 这边还有个传送门 给我们传送到这边的这个上方 路过可以拔一下小鸟 好 拔完小鸟之后呢 看到小地图左下角 西南方向 往前走 可以拿到我们的火箭筒 好 接下来呢 再笔直往前走 做一下前方的这个传送门 到下面之后啊 先看到小地图下方 南方向 我们把第二个这个碎片给它拿上 好 接下来呢 来 我们看到小地图右上角 东北方向 一个火箭筒 给这怪物它收拾掉 好 捡起来我们这一发子弹 那么捡起这发子弹之后呢 朝着小地图上方 北方向 这个传送门 我往回走 好 笔直往前走 再做这个传送门 到我们下方 下来之后 看到小地图左边 西方向 一炮 好 大家要整这个怪物 停止行动的时候 再开炮 不然很容易打歪的 捡起一发子弹 再开一炮 然后当心一下周边的怪啊 当心这个怪物的视线 来 我们安全的走过去 捡到这发子弹 再把戒之心脑给它收掉 打完了记得赶紧过来 剪一下这个子弹 好 拿到子弹之后呢 先看到小地图上方 北方向 这边有一只怪 再给它收掉 它里面呢 是一个宝箱 好 拿上之后 再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左海角 西南方向 往前走 这边还有一个宝箱 好 看完宝箱之后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右边东方向 往前走 走过右手杯茶杯之后 茶杯椅子之后 右转 就有个电视机啊 我们过来解除变身了 好 解除完变身 来 先看到小地图 右边东方向 往前走 然后左拐上楼梯 上面刚刚不是有一个宝箱吗 我们过来给它拿了 好 那么拿到这个宝箱之后呢 我们接着原路返回 跑到刚刚这个电视机这边来 变身 诶 大家变完身呢 再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右边东方向 往前走 走过这个茶杯椅子 右转 好 我们坐这边的传送门 回到这个上半层 回来之后 再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左边西方向 往前走 这个怪物呢 大家可以一炮收掉 好 那再回到我们最开始的 这个 呃 拼图这来 已经拿了三个宝箱 和一个小鸟了 再把这个拼图拿掉 这里面就没东西了 好 首先呢 是右下角 右下角这个拼图 拿起来放在最左边 好 然后呢 是右下第二块拼图 拿起来放在最右边 转一下就好 好 然后呢 是右下第三块 拿起来 大家直接放到这个中间 左边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好 然后呢 再次右上角这块拼图 拿起来放到中间右边 好 左上角这块拼图拿起来 放在左上角 左边第二块 拿起来放在右上角 好 那么 这台拼图 这个拿起来 放在 左下角 转一下 最后一块 直接拆就OK了 开启到我们这一处的宝箱 好 那么大家拿完这一块宝箱之后呢 我们直接这个打开地图 好 大家来到这个 克劳克隐私乐园二层 好 我们现在左边这个仓鼠球乐园的锚点 到了锚点之后呢 先看到我们的小地图下方 南方向 朝这个方向往前走 在这个中间啊 这个打光灯上 是我们再吓一只小鸟 拿拽的时候 当心旁边的怪啊 如果没办法的话 建议先把怪轻了再过来拿 好 开完这个宝箱 朝这小地图右下角 东南方向赶紧跑 这边怪不要管 赶紧跑进来 在里面有一个这个弥钟 修复一下 如果被发现的话 这个把怪轻了再进来修裕好了 好 进来之后啊 先把最下方这个黄色长条 往左下角拉 再把中间这个黄色长条 朝右下角拉 好 然后呢 转一下蓝色的这个长条 然后把我们这个屏幕 往右边移一点点 好 下一个呢 把最下方这个黄色长条 往右上角推上来 最后这一个方块来 我们把蓝色的转一下 最下方黄色方块 往左下角转 然后最左边的蓝色方块 转三下就好了 好 拿完这个迷宗之后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 左边西方向 从这个口出来 然后朝这小地图 左边西方向 一直往前跑 前方下的楼梯 就可以开启到 我们这一出的这个宝箱了 好 那么拿完这个宝箱之后呢 我们打开地图回到最开始的这个锚点 到了这个锚点之后呢 来 大家看到我们的角色右前方 大家看到我鼠标画成这个位置 走过来 是我们的下一次 这应该是小鸟第十个了吧 接下来呢 看到我们的小地图右上角 东北方向 往上走 就可以开启到下一个宝箱了 那么开完这个宝箱 这一批啊 先带大家收集这么多了 然后我们继续下一批 那种剩下来的 我们下批再见 咱拜拜 记得关注再走 后面 都con 然那样 Skeleen これは Mari 重 螃子 叁 那么 啊 摅